或公司的手扶梯 大人小孩都会搭 但意外发生一瞬间 尤其是小朋友 往前撑 往前撑 很容易就是顶到这边 那顶到这边的时候 因为小朋友的手会比较小 所以很容易就会吸进去 最危险的就是踏板和踏板间的凹槽 一个踉枪跌倒 小手就可能会夹住 还有手放扶手的时候 一个不注意也可能会吸入 将这个手扶梯当成滑轮或滑板在那边玩 然后忍一紧张的时候 越紧张抓越紧 它整个就吸进去 其实搭手扶梯的时候 你注意到了吗 每个踏板都会有黄色边线 黄线就是最容易卡缝的地方 我们拿香蕉和小黄瓜做实测 只要物品体积的宽度 大于三公分以上 基本上不会发生危险 最怕的是裙摆或裤脚 布料吸进手扶梯 一定会卡住 所以有些手扶梯 边边会有一长串的刷毛 这个刷毛就是要多一道防护 避免裙裤卷入 然后再来就是夹脚拖鞋 夹脚拖也会 对 为什么 因为比较扁 会怎么卡 比较扁就是它上去的时候 比如说这踏板在升降的时候 有可能就会卡进去 手扶梯意外 时不时的发生 搭乘的时候 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 尽管是小细节 还是不得不小心 介绍广瑞 徐一林 台中报道